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不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国防费公开透明 开支水平合理适度 中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服务构建人力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 这些事实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日方一些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要么是主观异端 以讹传讹 要么是无事事实 别有用心 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有限的国防支出 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力 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反观日本近年来 大肆渲染所谓外部威胁 大幅增加防卫预算 持续发展采购 高端进攻性武器 在地区制造紧张态势 重走军事化道路的趋向 十分危险 值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 高度警惕 我们敦促日方 切实汲取历史教训 在军事安全领域 谨言慎行 停止做损害地区 和平稳定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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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